将军 龙溪军报到了 司马懿中了诸葛亮的诱敌之计 吃了大败 损损两万多 大将军张和也因为司马懿之过 不幸阵亡 司马懿害死了张和 损失了两万多兵啊 邪子 去 双儿 我即刻邪道奏折你兴艳赶往洛阳 承许陛下 父亲是要弹劾司马懿 我光要弹劾他 我要夺回大都督之权 家父托儿臣向陛下请令 想要再次出征 一血沉藏之耻 尽忠报国 令曹真官复原职 再次出任平夕大都督 前往隆夕长军 遵旨 令司马懿为平夕副都督 协同曹真长军 大都督 你千万不能走啊 你千万不能走啊 大都督 大都督 你千万不能走啊 我不走 走了 不走 不走咱们也得迎接曹真大都督啊 平夕副都督司马懿 恭迎大将军大都督 我听人说 你宁可负贤 也不肯做人家的副职 这回怎么愿意屈居副都督了 如不做副都督 有人就会上奏朝廷 那司马懿脑袋就掉了 那就让他先在你的脖子上长着吧 如不遵本都军令 再让他掉下来不迟 在下必尊军令 一切都依从大都督 进行啊 了不得呀 这个帅岸 好堂皇 好气派 简直比圣上的龙岸都大 平令 本都设四条禁军之策 半月之内 大败诸葛亮 丞相 文成啊 曾经天启 算局 就由你和王平来执掌 遵命 让各部回营收拾形状 做好归尸的准备 公县的城市如何处置 不需要了 都放弃吧 陈仓也要放弃吗 皇平啊 末将在 大军撤后 拟帅两万人马 在陈仓道口射府 三日之后再撤 警方曹真来袭 遵命 诸葛亮用兵谨慎 他若真退 必然会在陈仓道口 售下伏兵 我军不须追杀 只需前往陈仓道口 点焰一下蜀军留下的火灶 便知其乡 军中造犯 常这十人一造 如果蜀军留下的火灶过千 则证明有万军在此来伏 邵将军深通兵队 所说急缺机敏 停令 曹爽率前军 郭怀战后 本都自提中军 依次进兵 收复龙锡各成义 遵命 曹爽斩护不下话 他们的马夫下面 全挂着水军头人 如此看来 诸葛亮真的退军了 我在陈仓道 埋伏了足足有五天 可是一个卫兵都没有来 直到我准备撤退的时候 卫军从东边冲杀而至 我就赶紧挥石迎战 可没想到 从西边又杀出几万卫军 这一下子我被两面夹击 腹背受敌 曹爽还真够精明的 居然能绕过丞相的 服务兵在灰头上来 是啊